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方川 今天要给大家播报一则消息 中国著名的十三朝古都 曾经的长安 今天的西安 正式宣布封城了 那么由此可见 西安的疫情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 才会被迫对这个一千 一千三百万 我记得是一千三百万的人口的大城市 进行这样一个粗暴的操作 那么西安情况到底如何 这一次说了 不光是新冠 还有别的疫情一起爆发 西安能挺住吗 西安的病情 西安的疫情 会不会再一次席卷全国 甚至世界呢 咱们今天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那同时呢 您看完之后 如果觉得我出的有道理的话 千万别忘了 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怎么回事呢 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 那么根据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 12月21日0点到24点 中国本土新增病例 57例 陕西53例 其中呢 就是这一次的西安市 有52例 所以呢 就是说 咸阳还有一例 反正所以呢 这个西安就封城了 因为有52例确诊 就封城了 所以咱们插一嘴 说实在的 中国这种五概的情维 已经真的变成了一只鸵鸟 把屁股高高的崛起 就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 52例确诊完了以后 就会封城 哥你你信吗 算了 我们继续说吧 好吧 反正呢 目前这52例 在你心里边 到底是乘100 还是乘1000 还是乘100 你自己心里有数 反正疫情非常严重 导致这个城市 不得不封停了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西安的疫情 目前是已经是升级再升级 目前西安啊 这个将会实施全新 在23号将会实行一新 全新的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呢 它也暂停了全市 所有的长途客运 导致市民啊 非必要啊 不紧急的这种啊 所有的生计 所有的工作全部暂停 造成的后果呢 自己承担 然后全市的小区 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 每户每家 每两天由一个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其他家庭成员除在疫情防控 城市运转保障 居民生活密切相关行业之外 一律不得外出 那这就是十大十的封城 而且封得非常死 而根据这个陕西卫健委的消息来看 自从12月9号以来 陕西全省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9例 其中西安143例的基本上来说 按照比例来说超过90%以上 或者95%都处在这个西安市啊 所以难怪西安呢 这次进行了一个封城 然后呢 值得关注的是西安疫情已经出现外溢 那具体情况呢 就是这个陕西的这个疾控中心主任啊 叫刘峰 在这个发布会上表示说 这轮疫情在西安市已经出现了隐匿性传播 就是啊 敲面的啊 敲敲的进村啊 打敲都不要 形成了规模性的啊 社区传播出现了外溢病例 那么波及了陕西省内的啊 咸阳延安以及广东东莞和北京的通州区啊 所以经专家研判 疫情已经进入了病例报告的 高峰期 而雪上加霜呢 是这次西安不仅是新冠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叫做出血热啊 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比这个啊 新冠疫情要高的多的多啊 那么出血热呢 这个已经出现了很多例 具体数字没有透露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啊 西安的防控的这个难度啊 呈几何极数倍增 而且呢 人们说说这个啊 这个出血热病毒呢 潜伏期是7到14天 根据就诊时间的早晚和治疗措施的不同啊 临床的表现效果相差也非常的悬殊 典型的临床现象有三大征兆 发热出血和这个肾损伤 好 那么新闻就是这些啊 这一次这个事情呢 其实非常的诡异 而且也非常的敏感 你也知道现在国际上的这个言论审查机制 导致关于疫情 关于这个啊 某些治疗措施这种手段是禁止讨论啊 甚至讨论的多了以后 你的频道 整个频道可能都没有了啊 所以说呢 这次这事情呢 咱们坦白的说啊 我尽量把他给把这事给大家说明白 有些东西说不明白的 大家你就啊 就自己联想好吧 怎么回事呢 这一次的出血热 实际上在世卫组织 哎 这次终于走到前面了一次 世卫组织的这个谭德赛 谭书记早在啊 得有至少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前 就警告说 全球可能会出现啊 这个马尔堡出血热啊 这个马尔堡病毒 或者他说他说的马尔堡病毒 实际上就是马尔堡出血热 哎 那个是出血热 中国也是出血热 这里边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不知道啊 总而言之吧 刚才咱们前面说了 说一次是鼠疫是吧 这个咱们就得做一个声明 这个不是鼠疫 但盛此鼠疫 为什么 鼠疫是专门有一种病菌啊 称为什么什么什么 限鼠疫啊什么 不一样啊 叫做鼠疫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出血热 但是它是由老鼠来完成传播的 由老鼠传播的疫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鼠疫 但此鼠疫非彼鼠疫 这个疫情呢 为什么我说它蹊跷呢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 其实已经就是说逐渐消弭 说杜绝不敢说 但是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了 上一次大规模爆发弹在什么时候呢 在1980年左右 当时是靠着美国人来源的专家和技术 进行了大规模的遏制 当时的情况呢 是发生在两个高峰期 中国这个就是有很多地区啊 春天和秋天 就是有 就是春天要播种 是吧 秋天有收获 有很多粮食的地方 这些股场 到处都留下了老鼠的足迹 有老鼠爬过这些麦粒啊 有个啃咬过呀 或者有老鼠的排泄物 那农民嘛 他们很多在中国的那个年代 80年本身卫生条件和这个卫生意识也不足 所以有些吃啊摸啊 碰完之后就大规模的开始传播 这个出血热病毒 目前来说是不存在人传人的 但是你也知道 今天这个世界 它到底会不会变成人传人 我不是相关专家 我不知道 只能提醒大家小心为上 反正根据官方的学术来说 出血热病毒可以由消化到呼吸到 包括接触啊 等等一些方式进行传播 那么如果人接触过 由这个携带这个病毒的 叫什么黑腺基础 就是这个老鼠啊 这种这种老鼠爬过的 啃咬过的 有排泄物的 或者由一些中间的宿主 满虫 或者是就说像鼠疫一样 由跳蚤完成传播的 这样的途径的话 很有可能 人类就会中招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事 蹊跷也就在这了 现在在西安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坦白讲 还有这么多老鼠吗 抱歉 我可能是离开太久 我不知道 我觉得西安在我眼里边应该是一个发达 至少说比较发达 中国二线城市 省会城市或十三朝古都 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所以这种地方怎么还会存在有大量的老鼠呢 而人类又怎么会和大量的老鼠进行接触 导致西安出现出血热呢 要知道初选中这个病毒 在我今天节目录制之前三天左右 我就已经看到了消息 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规操作 所以我并没有给大家进行播报 那现在看来 三天以前就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宣布封城说明控制不住了 那是什么情况导致这个病毒增值如此之多 再加上新冠的这个蔓延 所以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 而且是不让人们去过多研究的问题 说多了 言论管控海外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了 再多了我不能再说了 但是我目前能告诉大家的 或者能说的就是 西安市这个防疫管不管用 我告诉你不管用 这个封城管不管用 不管用 这个核酸检测管不管用 屁用都不管 那么根据我手里看到的一些视频来看的话 传出要封城了 你看看有很多人疯狂逃窜 因为如果说轻的就是说在这儿给你自费隔离14天 你也知道中国这个自费隔离是吧 一间房一天500块钱是吧 那种自费隔离很多人掏不起就疯狂逃窜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疾控中心主任刘峰已经说了 出现了隐匿性传播 已经出现了外扩 等于这个时候封城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再一个 中国的封城跟那会武汉 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的涨进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地方政府官员 他们没有从武汉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到任何的教训 还是一样的操作 还是一样的老玩法 当年武汉的时候 咱们就说咱们做一回事后诸果量 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当年武汉出事的时候 整个中国能够执行一个快速有效 而且是没有漏洞可钻的这种控制的话 把病毒控制在武汉境内 像一个玻璃罩子一样给它绝对靠住了 所有的外部交通全部严格的进行管控 然后全国的物资集中调集起来支援武汉 把武汉按照就像按现在的这种隔离标准来进行管控的话 那么我相信可能今天整个世界的样子都不一样 而整个中国人活的也不一样 这个实际上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政府应该做到的地方 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国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武汉的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是给大家做了全程播报的 对吧 武汉的那个情况 在出现封城前一天就有消息传出来 就是内部消息说要封城了 大量的人坐飞机的 坐火车的 包括坐这个往国外飞的 有很多人大量的仓皇出逃 这个消息是谁放出去的 怎么放出去的 我告诉你跟今天是一样的 跟这个视频里边这些 刚才他们看这些人 疯狂逃窜是一样的 因为中国是人质社会 它总有消息能给你窜出去 我跟你说啊 你别跟别人说啊 你是我小舅子 你是我小姨子 你是我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我鸡奶是吧 跟你说收拾东西准备走 要封城了 上面下纸质了 然后你放心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说了 你是不是做好朋友 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千万不跟人说这是个秘密 第二天这个秘密 全班都都知道了 一样的道理 中国就是这样 所以人质社会 没法保密 也没法进行有效管理 做事情千疮百孔 不夸张地说 中国地方政府做事情 那简直就是千疮百孔 就导致现在隔离 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善后措施 而不是一个预防措施 它只能控制病毒传播的速度 而不能控制病毒传播的途径 也就是说 西安的这波疫情 可以说现在已经确定的 已经随着人流 达到刚刚我们说了 达到了周边的这些省市 达到了广东 达到了北京通州 而通州有大量人员通勤来往北京 那么北京市区现在还是否安全 也很难讲了 所以说中国的疫情防控 现在就说 我两年前 2020年年初的时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怎么怎么防疫 到现在中共的防疫还是一团糟 一团糟糟了 糟了 一团渣 我们说这个病毒怎么防疫 其实咱坦白讲 中国确实有这个疫情防护上 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人民的这个低人权优势 美国人 美国疫情为什么难控制 欧洲为什么疫情难控制 因为这样的人民自由惯了 政府管的 它不服管 那么这一次的疫情 当然美国有美国特殊问题 而且基于一些不让说的原因 所以我不能多说 大家自己体会 但是中国国情则不同 虽然说中国那什么科兴 这些疫苗烂得要死 不用再多说了 但是病毒的传播途径 我们说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飞沫传播 好 那么如果一个城市 人人戴口罩的话 我之前说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口罩作用不是防止病毒 被你呼吸进来 而是防止病毒被你呼出去 也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能做到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人人出门戴口罩的话 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病毒还在 抗体哪怕没有 病毒还在 但是它的传播途径 被非常有效的割绝了 你想想 在商场里边 咔啪一个喷底 是吧 你这一片人都可能中招 但是如果有口罩呢 打出来的传染物 被捂在你的口罩里面 那么它的传染途径 就非常非常有限了 只要每个人做到 擒消毒擒洗手 那么病毒的传染途径 近乎可以做到90%以上的割绝 日本之前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防疫控制非常有效 就是靠着口罩 就是靠着这个民族的自觉和自律性 但是不用我说了吧 你也知道 中国的网友不用我说 你们也知道中国人的防疫口罩是怎么样的 有检查就戴 没检查就不戴 当然美国有些人也是如此 是吧 都是像做样子一样 这样的防疫 坦白讲 你想要把病毒控制住是很难的 或者说怎么说直白白了 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中国人又喜欢吹牛 是吧 自己屁股还没擦干净 就到处吹自己防疫 结果怎么着 现在自己的防疫也出了漏洞了 那么未来这个口子一开 其他城市之前拼命捂着的 一看着有西安带头了 那么可能陆续也会公布出来 免得成为自己的责任和包袱 所以未来可能陆续中国其他省市 有城市也都会播报 说自己出现了什么病例 所以也有可能有陆续 有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封禁或者封城 所以节目最后 我能给观众朋友们的提醒 如果你还有亲属在国内的话 或者你自己在国内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的小区 或者你地区还没有被封禁 或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按我之前说的去吞 至少是半年到三个月的食物 而且如果你家里有病人的话 他的日常药物开销尽量早下手 因为咱们的观众毕竟来说 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目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应该还不会太多 尤其是国内的人 他们还不会出现这种 哄抢或者那种扎堆 应该还不会太严重 有些脑子快的 应该想到了 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 你们赶紧去买 把这个物资囤足了 然后消耗的时候 标准日期 从最先的一批开始消耗 也就是说我隔三个月 我永远吃的是三个月以前的冰冻的肉 和冰冻的食物 这样保持你永远有三个月的存货 如果你的城市突然像西安这样 突然宣布 咔封城了 物资紧缺 你不用慌 封城封楼 你不用慌 家里有粮 这点非常关键 这次疫情 中国的管控你也知道 把你捂死在小区楼里边 死活它是不管你的 那么有些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我就不给大家播了 这个妇女直接没办法拎着锅 跟警察讲道理 我们活不下去了 家里孩子没饭吃 你们送的菜又送不上来 中国就是这样子 警察说了 我不管你这个 是东北哪 我忘了 我看这视频 对吧 有个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东北女的 跟那个老公 还想跟警察吵架 就是这样 警察说了 我执行我的公务 我的任务就把你们封上 你别跟我说这个 你吃不吃饭 跟我没关系 我管不着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早做准备 未雨绸缪 之前还有人说 说我听你说到 我们家米一年还没吃完呢 如果你家真的还有一年的米吃 而你这个小区 现在又被封禁的话 我想你现在不应该吐槽我 而应该感谢我 对吗 所以说2021年的最后 2022年的开头 这初春的第一场雪 可能有些人是见不着了 这个年关不太好过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警惕来 撑过这段时间 那么也许在未来 在2022年一切情况都有所转机 我们希望如此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